大家好,本视频我将为你演示 通过使用OpenAI最新的API 只需要约30号代码 就可以完美实现类似ChatGPT的功能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如何来制作高仿版的ChatGPT 为了方便新手的学习 我将在Google Collab平台上为你演示 通过使用Google Collab 你不需要配置任何的本地开发环境 只要可以访问Google的服务 马上就可以上手 视频的最后 我会将所有的代码都打包送给你 好的,我们马上开始 OpenAI于3月1日正式公开了 其ChatGPT的API 使用它就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应用和服务 拥有ChatGPT一样的对话和文本处理的功能 关于此API的更多信息 你可以去参考我上一期的视频 今天我们的任务 就是来使用此API 来模仿并实现类似ChatGPT的应用 第一步是Google Collab的使用方法 这次我们使用Google Collab平台来制作 你可以通过Google搜索引擎搜索Google Collab 然后点击这个链接 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 会弹出登录界面 这里我已经登录过了 到了这个界面之后 我们点开这里的文件菜单 然后选择新建笔记本 此页面就是我们程序代码的编辑和执行界面 首先我们修改一下文件名 这个文件会自动保存到你账号下的云盘里 具体的位置呢 可以通过文件打开云端硬盘中所在的位置 来查看其保存的位置 第二步 获取OpenAI的API Key 你可以在Google搜索中搜索OpenAI API Login 然后点击这个链接 登录帐号后 点击右上的Personal 然后选择View API Case 然后点击Create New Secret Key 就可以创建新的Key了 我们回到Collab的编程界面 开始准备程序 首先是安装OpenAI的开发库 只需要输入PIP Install OpenAI 点击左边的执行按钮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安装已经成功了 然后是Import OpenAI 点击左边的执行按钮 下面是要设置刚才创建的API的Key 这是创建命令 后面你需要输入你刚才创建的Key 输入后点击左边的执行按钮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API是否能被正确的调用 这里我拷贝过来一个代码 这个上面是最简单的API调用代码 最下面一行是打印API返回的结果 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里就是API返回的结果 这一部分是返回的文本结果 这里是此次调用API所使用的总的token数 下面我们来实现聊天功能 这里我准备了一段代码 首先最上面定义两种颜色 用于文本显示用 然后是一个可以控制文本显示宽度的打印函数 再下面分别是ChatGPT API调用的函数 以及min函数 我们首先来实现文本输入 以及结果显示的部分 这段代码主要功能是 显示用户头像 以及文本输入框 等待用户输入文本 用户输入文本以后 会调用API函数返回结果 并显示结果 最后我们来实现API的调用函数 最开始的部分是设定system rule的部分 然后是API函数调用代码 最下面是函数的结果输出部分 向API发送的信息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system rule 也就是当前对话的场景 比如说做翻译任务 或者指定对话的语言 另外一个是这里用户输入的文本 通常是提问的问题 到这里程序就写完了 我们运行一下 这里出现了一个错误 是这边的颜色的名称 拼写错了 我修改一下 重新运行 程序运行后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出现了 用户的头像和文本输入框 此程序的右边部分 可以设置system rule 我们设定为做翻译任务 重新启动一下程序 然后我们分别翻译一下 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到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 简单的对话程序就完成了 但是这个程序 它有个问题 就是无法考虑历史对话记录 我们来试一下 我输入根据上面的对话 用中文写一个150字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它生成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但是它写的这个故事 与上面的翻译的内容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如何来改进 才能做到与ChatGPT一样 可以在回答问题时 考虑历史对话记录呢 改进的方案也非常简单 就是将历史的对话记录 进行保存 并在调用API时呢 与SystemRuleUser的问题 一起提交给API就可以了 为此啊 我们首先增加两个列表变量 分别用来保存用户问题 和API给的答案 然后啊 需要修改API调用函数 将历史对话记录呢 传过去 最后增加新的对话的存储代码 在API调用函数中啊 也需要进行对应的修改 首先呢 是设定SystemRule数据 并把API调用中的数据部分啊 替换为变量的方式 还需要准备历史对话数据 以及新的问题的数据 好的 到这里啊 改进版就完成了 我们运行一下 为了方便查看啊 我们双击这里啊 把代码隐藏进来 我们重新试一下前面的问题 这次啊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故事当中啊 把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都用上了 我们让他用中文 英文 重新写一遍 这次更厉害了 里面对应的单词啊 都夹出了英语翻译 让他翻译成日语 再翻译成韩语 好的 到此为止啊 我觉得我们的程序啊 在基本功能上啊 已经非常接近网页版ChatGPT了 当然了 要做到与ChatGPT完全一样的话 除了见面美化以外啊 我认为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工作 第一个是System Rule的即时获取和更新 第二个呢 是对话过程中意外的处理 比如用户发送信息与回答数量不匹配的处理等等 第三个呢 是API是否正确执行的异常处理 第四个呢 是历史对话记录的使用数量的调整 比如说目前并的对话功能啊 一次对话呢只能问五个问题啊 很大的原因是呢 历史数据太多啊 会增加服务器的处理负担 那对我们来说呢 会增加我们的费用 好的 最后啊 本视频中的程序啊 已经放到了GitHub上 欢迎去访问下载 如果你觉得本视频对你帮助啊 别忘了点赞 感谢你的收看 感谢ág 谢谢观看